为了移住劳动者的健康中心,以希望世界命名开始营业。 7月,韩国移住劳动者人权中心治疗小路开始分别出现了团体, 9月20日正式营业,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正在试运营中。 中心没有受到政府的预约支援, 而且后援会的会员们的现实有关的心理很难过,正在免费治疗。 不只有富川、仁川等地的移住劳动者们, 也在试心、金浦、还有医政府寻找能够接受免费治疗的地方。 周末的时候,斯伊兰卡移住劳动者为了看牙去希望中心, 在金浦工作的移住劳动者们不相信临近医院的志愿情报, 通过朋友的介绍准备来仁川。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中心的服劳,非常好的服劳。 希望中心地铁一号线赋开站一号出口出来, 赋开十字路口对面的新社区合作社旁边的建筑三楼。 每周日下午一点到五点, 韩方、牙科治疗和药店营业。 正式营业后预计还会有内科、正骨外科。 希望世界第一次接受治疗, 要交治疗费一千元, 以后治疗费全部免费。 再次接受治疗费。